我平时自己在家里都会做饭 唱 猪雷 嗨 就准备看我 大展身手吧 哈喽哈喽哈喽 我又来了 看到现在这一个场景 就应该知道我要干嘛了吧 就是 跳舞 没有啦 之前大家有问我就是有没有 考虑过拍做饭的Vlog 然后今天 就是想要反对大家这个愿望 要新年了吗 春节 然后就想要做一顿饭 然后跟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过年 我平时自己在家里都会做饭 像什么 猪肚鸡啊 咖喱鸡啊 猪豆焖牛肉啊 猪螃蟹啊什么的 都是我做的 这一次呢 就准备看我 大展身手吧 就是你做的 不是都不是我做的 我完全没有做过饭 所以这一次是我的第一次 做饭的出尝试 我也还没想好就是菜单 待会逛超市的时候 看到什么食材 然后有什么灵感 就做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超市吧 走 寒冬 穿睡衣 逛超市 喂小蝴蝶 买菜的老板 可以整理一下 其实是 它有西红柿 西红柿 西红柿要怎么看它 新鲜不新鲜 只要怎么看它 就是 比如说它要破新鲜了呢 嗯 你们看人 上面的人看 皮也叉啦 都永远要起伏 但它就比方软了 那你也不新鲜 它摸到就绿毛 它就这样 绿绿了 哦 哇 我感觉这个好像还行 非常的硬 而且颜色 刚刚阿姨说就是 红色就是 越深的话 可能就越老了 但是它这个 可能还比较新鲜 选鸡蛋的诀窍在于 这也写格格 但是它就是格格的 再拿一个这个白糖糖 叫姜葱 然后我们再 找一找看 我们的灵感想 第二个菜 板栗烧鸡 好像很难的样子 pass 蒜苗回锅肉 好像也挺难的样子 pass 我刚刚找一找 大家家常菜一盘会吃什么 我看到了 长腹排骨 但是这个步骤好像有一点难度 但我觉得可以尝试尝试看吧 食材需要什么 猪勒牌 衝 猪勒牌 一眼是它 那我就拿它了 猪勒牌有了 生姜有 然后葱有了 料酒 应该是有 然后我有这个白砂糖了 然后老抽生抽 我记得是有的 现在第二道菜也有了 第三道菜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刚刚看到其实那边有那个咖喱鸡 然后我是想马来西亚的咖喱鸡很久没吃了 虽然说它是已经配好的 但是 也是需要我 看管掌控火候 马来咖喱鸡 当然还要来个甜品 我们去找个冰淇淋吧 因为我来超市 从来没有买过菜没有买过肉 冰淇淋倒是买过 非常的了解不需要上网找 就是这样大家就会不管我煮的多难吃 最后的甜品好吃 就会觉得今天一天都是开心的 是不是 聪明 好我们现在回去就要开始我第一次的 做饭出体验之旅了 现在所有的食材已经准备就续了 我们先开始切 差不多那么多就不骗了吧 应该是切十字 就是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就是 煮了然后缩水 我是这样在切吗 应该不是吧 是这样在切 让我想一想 2000年后 就需要两根 只有两根 不是应该够了吧 很多啊 很多的错 非常很多 盖上 你看所以这个不管切什么样 都一样 都一样 它就是去心 是不是 就觉得它好像有点老 够了够我喊清 我酒 我酒 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怎么打开 我不知道怎么打开 再加入五片生姜 两根葱 我以前小时候有帮外婆打过 觉得这个程度还是有让我帮忙 谁能告诉我少许是多少许 还有一分钟 没想到 我一样的 我还没有想到 我现在没想到 你还没想到 一分钟 一分钟 它就是 有点 我第一次的做饭完成了 我们先看一看吧 觉得怎么样 不知道很棒很棒 我在做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 感觉还蛮顺利的 别遇到什么困难吧 西红柿炒鸡蛋的寓意就是象征着 这一年红红火火 这个糖醋排骨就是今天 在刷的时候看到蛮多人 家常菜可能会做这一道菜 然后我自己平时也蛮爱吃的 就是想尝试做一下 但是它确实是有点困难 料调的太多了 然后排骨可能放少了吧 所以可能会比较黑 糖醋排骨就是有钱有闲 然后很有福气 咖喱鸡就是在来年里大鸡大利 然后当时就看到有咖喱鸡这个套盒 先来尝一尝吧 先来尝一尝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就是西红柿炒鸡蛋的味道 来吃一吃这个勇于挑战的排骨吧 挑战 我觉得还可以了 试一试这个 咖喱鸡 是我味觉出现了问题 我感觉好像都有点大了 百分十分的话我觉得可以 六分半七分吧 可能八九分的话我就觉得是好吃 如果但是六分半七分的话就是 可以吃然后还不难吃 但是还可以更好吃 简张一下看问题数在哪 超级人 就是因为毕竟是新年嘛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家人 然后一起团团圆圆 然后开开心心的吃上团圆饭 如果自己一个人可能还得工作 然后回不了家的 那也没关系 可以自己像我一样 就是做一顿饭 可以跟家人视频 就当一起吃团圆圆饭了 或者说就跟我一起吃团圆饭了 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然后平平安安 开开心心 然后实施顺利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